每次都要去咖 網友很多我都沒有咖掉 我跟你講,你在網路上自己看 來不及咖 這樣 那還要剪接麻煩 那 昨天 昨天看那個螢光的部分 如果沒看清楚的 自己再找我見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 像葉綠樹分子的特性 就是你給它 你給它可見光的能量 那吸收了可見光之後 那它就 從能接的基態 然後可以耀生為 激發態 一個在激發態狀態的分子 其實是有 比較好的條件發生化學反應的 可是前提是 你要讓它 讓葉綠樹A發生化學反應 你要去跟它找 另外一個東西 來跟它搭配 那這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昨天的狀況是說 你把色素呢,從光系統裡面取出來 然後呢,也給它 照了適當的波長的光 然後它真的從基態變成 是激發態的 可是因為,它現在呢 在很活潑的狀況之下呢 根本沒有人去跟它交換電子 對不對,所以這時候呢 它可以把能接再降回來 可是降回來的過程當中 它剛剛拿到的那些能量 以什麼方式去呈現呢? 就以螢光 所以昨天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它會釋出紅色螢光 這當然也是一個能量的形式 可是同時也表示一件事情 這個能量我們沒有實質用到 所以如果你想要利用葉綠樹A 去接收可見光的能量 然後又希望呢 這個能量拿到之後轉變成為化學能 所以那個化學能的關鍵是 找個東西給它 開始發生電子轉移 對不對,所以這時候就是化學能 所以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如果我們從整個葉綠體執行的 你們以前學過的概念裡面呢 葉綠體當中所執行的是需要光的反應 因為光系統是放在葉綠柄內囊體上 那另外一個環節的反應呢 就是發生在基石當中的碳反應 那碳反應是一個有機物的合成過程 那光反應處理的是第一的環節 光能 光能 然後要轉變成為化學能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那個化學能到底在哪裡 這才是一個主要的關鍵 好,所以我們從整個光系統來看的話呢 光反應 需要光的反應 好,我們先講它其中一個可能的 這個進行的路線 就是叫做非循環 非循環的電子傳遞路徑當中 光系統總共有兩種 就我們已經講過了 其中 按照反應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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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長到快好了 昨天晚上 不小心一下又變得很重 吃冰吧 吃冰是前天的事情 昨天吹冷氣 沒有 雞是被 昨天吹冷氣 沒有 雞是被 昨天吹冷氣 他有覺得 半天吹冷氣 你吹冷氣的 好 這個步驟會有一點複雜 看清楚一點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 當 P680 這個葉綠素 或 他周邊的其他的 天線色素 接收光 都可以 因為 關鍵在於 P680或P700 他之所以為 反應中心 是因為 是因為 當他接收光的時候 他就從P680的基鈦 然後變成是P680的基發鈦 所以這時候他的能接 直接跳上去 跳上去 跳上去之後 如果 如果他的能量沒有人 跟他去做轉移 那他大概就 釋放螢光 回來了 那運氣不錯 因為 P680的旁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鄰居 他之所以成為反應中心 就是因為 P680這個葉綠素的旁邊 還有初級 電子載體這個鄰居 所以 因為這個鄰居 所以他才是主角 同樣是光系統裡面的其他葉綠素 因為 可能沒有這個鄰居的存在 他就不能稱為主角了 那變成P680的基發鈦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 當他變成基發鈦的時候 初級電子載體 很容易從他這個地方 轉移電子過去 OK 當電子開始發生轉移 其實他就是化學 所以也就是說 從接收光照變成基發鈦 這個 剛做是步驟第一 接收光能 從基發鈦變成基發鈦 然後釋出電子的時候 然後釋出電子 寫信一下 對不對 這樣其實 在很早的前面這個步驟裡面 其實 他就已經把光能轉化學能 從P680釋出電子的過程 他其實就已經是 以一個化學能的形式在運作了 但是現在P680損失電子 損失電子 損失電子變成什麼 損失電子它就 掉回來變成是 P P680的氧化狀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會使它自己本身 變成是一個氧化劑 所以它想辦法去還原 對不對 那就是要找人補電子的意思 他當初因為能量太高 然後剛好呢 觸及電子接收器呢 幫他把電子抓過去 那所以 它能量可以降下來 可是它就變成是氧化狀態 那現在 如果說 它不補電子的話 它就 沒有辦法繼續接收光了 OK 所以你要把電子 幫它補齊 OK 這時候要找誰補 不可能從它的鄰居 再把它抓回來 那 所以找一個 比較廉價 又方便 可以使用的 來源 就是水 所以這個時候呢 水會被破 分解 變成是氧氣 釋出之子 然後接下來 這個時候呢 可以提供電子給P680 可以提供電子給P680 讓它還原變成原來的電中心狀態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它的還原是另外一個緩解的問題 所以你去看 事實上 光能傳化學能 早在前面的步驟 就已經完成了 就已經完成了 只要電子開始轉移 其實就是化學能 剛剛好 那 而且你也看到 其實氧氣的產生 早在很前面很前面的步驟 就已經發生了 那這個根本就不是我們要的 這只是因為P680的氧化碳 它需要補充電子 所以找了這個廉價品 來犧牲一下 對不對 所以水因此被分解 所以也造就了一個 光所造成的水解 光所造成的水解反應 好 然後 所以前面過後 大概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說 你那個丟出去的電子 電子在那邊傳出去 可是 我們希望的是說 拿到這個電子的有機物呢 可不可以是一個很方便利用的對象 當我們需要化學能的時候 找它要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 那這個初級電子載體 它是光系統的成員之一 所以它不適合做這樣的角色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能量呢 轉移到一個適當的地方來 好 之後我們就發現 整個光系統當中了 初級電子載體之後呢 它會有一些搭配的對象 讓它開始呢 去逐步的傳遞電子 那這個傳遞的電子過程當中呢 它巧妙性的把這個能量 轉移給誰呢 轉移給一個 我們很熟悉的化學物 這裡是間接的 這是間接的 然後 轉移給 ATP 所以從P680釋出電子之後呢 電子會經過一連串的轉移過程 那這一長串的這個成分當中呢 它們不斷的發生還原 然後丟出電子來氧化 換它拿到電子還原 丟出電子氧化 所以這上面呢 發生一連串的氧化還原反應呢 我們發現 這個過程當中可以觀察到 ATP被產生了 那一般我們通常 這個高度 其實是在 有一點是在形容 就是說 那個 當能量被攔解的時候 能解比較高 電子的傳遞過程 它逐步的釋出能量的過程 原來那個 能量的釋放呢 是用來產生ATP 不過這個地方 從電子的傳遞到ATP 的產生是間接 所以 這邊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那 因為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到後面再 你先知道一件事情 源自於P6把你釋出去的 電子產生的流動現象呢 可以 將這個能量用來產生ATP 對不對 好 一個電子的能量 一個電子如果到處亂跑 基本上它是一個不可靠的能量 如果像現在落實到ATP這種有機物 對不對 高能化合物的身上的時候 我們現在需要能量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做主動運輸 那你就把ATP 拿去跟主動運輸的蛋白發生反應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主動運輸蛋白 就發生一次的這個運輸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能量放在這個地方好用多 這是生活比較熟悉的 至少也要類似像這樣的成分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P680這個反應中心可以接收光能 憑什麼我P700不行 所以P700當然也是可以接收光能 它的通通都是落在類囊體的膜上面 可以接收光能的工具 OK 那P700自己也是一樣 今天它丟出去之後 123這個幹4 對不對 所以能量開始轉移的時候呢 接下來間接造成了ATP的產生 P700自己也可以接收光 所以它接收光能之後 它就變成是P700的疾巴胎 所以類似的狀況是 P700自己 接下來 也有 它也有屬於它自己的鄰居初級 它自己的初級點子代替 所以如果它現在呢 也是一樣 在激發碳的時候呢 把電子交給它的鄰居 那所以這時候 它就回復成P700 P700的兩化碳 所以還是有一個問題 電子丟出去 能量是可以降下來的 可是會衍生出 它現在變成是一個氧化劑的問題 所以才要去找電子補充 對不對 然後運氣不錯 P700呢 它的附近 會有前半段的電子傳遞過程 好 即將結束的那個成分 在它的附近出現 所以 如果說今天 P700氧化碳出現的時候 前面的電子傳遞 剛好傳到這個附近呢 有電子可以利用的時候呢 它就不如就順便利用一下 這個電子呢 接下來 就被P700的氧化碳接收 OK 順利完成電子傳遞的接軌 那 所以 那P700自己丟出去的呢 P700自己丟出去的電子呢 接下來 經歷了一個相對比較短的傳遞路線 然後 那這個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 雖然 P700自己也可以示範高能量的電子 但是 接下來這個電子呢 你要 你要有雙重的解決 雙重的考量 第一個 它能量很高 想辦法拿到它 二 這個電子呢 因為 P700已經獲得補充了 所以這個電子 基本上 適逢是多餘的 所以如果你不把這個電子給抓走的話 這個 整條電子的傳遞路線 會產生電子塞車的現象 所以 要把這兩個問題一起解決掉 最好的辦法 乾脆呢 就找一個 像這樣的東西 NADP正 好 一個對電子 相當好 親和立的 然後呢 由它 負責去抓走這個電子 它自己本身還原 變成是 NADPH 好 這是一個高能量的化合物 那 所以因為電子已經被拿走了 所以我們視同為 這個高能電子的能量呢 現在已經是在 NADPH身上 OK 那也因為這個電子被抓走了 所以整套系統裡面 現在沒有任何多餘電子的問題 就沒有了 所以 這整個 能量的轉換過程當中 它很有可能會結束在最後這個成分 這個成分呢 叫做 NADP正 還原酶 我們透過這個酵素 的幫忙 將這個電子傳遞過程的 這個高能電子呢 轉移給NADP症 讓它去還原 代表的是 我們又產生了一個化學 那也代表一件事情 那個電子被抓走了 OK 所以電子傳遞電 不會有電子塞車的現象 這樣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NADPH的話 如果我們去頭去尾 只看中間的話 你會覺得它就很熟悉了 那DPH 如果不看N不看H 只看中間 ADP有沒有能量 有嗎 這個也是一個代表化學能的化合物 只是它跟ATP的利用方式是不一樣 ATP的利用方式是什麼 ATP如果要釋放能量的話 它就分解變 ADP跟磷酸根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讓它擁有能量的話 是還原 對不對 所以走逆反應 NADPH不是 NADPH的利用是這樣子 它就在它還原狀態跟氧化狀態 兩個之間互換 所以它的還原狀態代表 擁有高能量 它的氧化狀態代表釋出能量 但其實都是高能化合物 好 所以整個這條路線 如果能夠走完的話 把順序向下 4 接下來呢 5 那個 那個P700 激發開之後 它還原 然後丟出電子 對不對 不對 丟出電子線 丟出電子線 然後呢 接下來它還原 然後 8個電子傳遞 最後落實在 NADP這樣還原沒 所以NADPH產生 好 這一整個過程當中呢 當初源自於P680 先開始丟出電子 對不對 一直到最後最後最後 最後 NADP就拿到電子之後還原 對不對 這個電子呢 從出發到結束 它沒有回來利用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 非循環的電子傳遞路徑 OK 這樣的傳遞路徑裡面呢 總共可以得到兩個化學能 ATP跟 NADPH OK 這個就是光環應 所以整個光環應原來 它是利用電子的流動的過程 來將這個能量放在適當的地方 這個就是適當的地方 ATP就算是適當的地方 NADPH就算是適當的地方 比起你到處亂跳的電子 這個能量安全多了 好 這邊 先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邊 先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好,所以内囊体上面呢 你现在扩大到一个内囊体来看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会有一点点奇怪 奇怪的地方在于呢 那如果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假设 内囊体的膜上面呢 有光系统一的存在 也有光系统二的存在 你看哦 如果说今天你照光的时候 理论上我也照得到光 对哦 看到那意思吗 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平面附近嘛 对不对 你照得到光的同时 我当然也照得到光 对不对 那凭什么 凭什么是 我把能量给你 起点在那里 中点在那里 能量的传递顺序 在这地方看起来 有一个有一点古怪的地方 为什么是光系统二 在接收了光门之后 把那个能量转到光系统一那边去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为什么没有电倒过啊 真的是没有 然后 好 然后 这是第一个 那 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 每次就那么刚好 当P700的阳化态出现的时候 好 它隔壁 就那么刚刚好 有电子可以给它用 因为这边就没有啊 这边没有 所以这边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所有分解 可是这个地方它就是没有学的分解 对不对 那你每次 那个光都照的时机 就是安排的这么长样 每次P700阳化状态出现的时候呢 电子即时出现 然后呢 我就拿到电子 然后又还原这样子 对 所以这边就没有学的分解的问题 这样也是有点怪 所以 如果我们去假设一个情况 如果这样的搭配的顺序性是合理的话呢 当P680跟P700 几乎同时间照光的情况之下 那么 源自于P680丢出去的电子 很有可能会在P700产生的时候 真的可能会及时出现在它的附近 好 那我们假设一个很极端的情况是 P700 早 P680 早很多 它就已经先丢电子出去 好 然后P700的氧化状态 早就出现 结果呢 P680都还没有丢出电子 这可能吧 对不对 因为工作的问题嘛 你没工作一轮 那总是会有点时间差嘛 所以万一现在P700早就出现了 隔壁就会没有电子可以用 这时候怎么办呢 好 所以你去想象一下 这个东西 P700的氧化状态 它是不是对电子的氢化力很强 它是不是对电子的氢化力很强 对不对 我们发现呢 它会引起一个新的 一个不一样的电子的传递的路线 看清楚哦 那一样 它就丢出去电子 没问题 然后呢 现在呢 电子呢 会跳到它后面的第一个电子传递链的成分之后 那因为这边呢 一直没有电子过来 P700正已经出现了 这个已经出现了 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的成分呢 那个电子呢 会马上被诱导 直接从中途呢 转回来 所以 当P680古马即时 给一个电子给P700去利用的时候呢 P700它自己丢出去的电子 有一点像是绕一个比较短的路线 然后呢 很快的丢回到它身上 你看看 如果说光系统是采这个方式运作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循环式电子传递链 因为这个循环式的电子传递链 它的电子的出发起点在P700身上 回来也是在P700身上 你看看 所以 这个过程当中 就看不到 那个水分子的分解问题了 所以P700既是 电子的供应者 也是接受者 那 那可是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的话 势必 可以看得出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走红色的这条路线 是不是就一定不会经过NADP正还原煤 所以这个酵素就没有机会呢 让这个电子呢 可以移交给谁 给NADP正 所以 循环的电子传递链 就只会产生ATP 所以这时候就不会有NADP的出现 所以光环液里面产生ATP会比较容易 你只要去走一段电子传递的过程 不管走很完整 还是走一个捷径的方式 只要你电子传递链曾经有路过 基本上 ATP就一定会发生 但NADPH只有在非循环流走完的情况之下 才会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搭配呢 因为既然我们从那个编号来看 你会发现这个编号很奇怪 按照我们一般习惯的逻辑 开始的地方编号1 结束的地方编号2 不是很顺吗 怎么会这个地方编号是2 这个地方编号是1 因为当光系统1存在的时候 它等于是它可以独立运作 对吧 那光系统2 事实上好像必须配合光系统1 才能够运作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猜测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光系统1 单独就可以存在 就可以运作的话 也许当初 光反映在演化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其实只有它 就第一个建立 光能转化学能的系统 可能本来只有它 那它本来的运作的方式 你去看它到这个圈圈子 才生了什么 ATP OK 所以原来的叶氯体的那只圆核生物 其实它本来要拿到的化学能 可能只有ATP 有的时候 当初的叶氯体跟逆线体的功能 其实可能是差不多的 你有想象这件事情吗 那后来可能演化上 因为演化我们通常讲一个大方向 代谢有简单到复杂 对吧 所以本来光系统可能只有它这么一套 然后后来呢 有一个另外一套变形的 叫光系统2 对吧 可是这套的出现 它只能去搭配它来运作 所以因为有它的存在之后呢 才建立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路线 就是非循环 额外多的一个资源 就是NLDB 正还原煤煤 所以这时候化学能的产生才变多了 所以很有可能 这个跟演化的过程 逐步的让这个代谢的路径 复杂化有关系 所以如果只有光系统1的时候 它可以单独运作 只有光系统2是不行 光系统2要去搭配光系统1 所以光系统2的能量 只能留下光系统1 这样 OK吗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讲的光反应 事实上可能 这个时候就比你稍微想象复杂一点的 对不对 能量的转换过程里面 事实上要看它的电子怎么传递 再来决定它到底可以产生多少的化学 好 所以接下来再谈这个地方 没有解决的问题来了 电子传递 不过是我们刚讲完 你现在就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成分 然后呢 它们发生了一连串的氧化还原反应 跟ATP的产生有什么关系 ATP的产生 我们用合理的角度来讲 你今天这个地方弄个NATP的圣还原酶 然后呢 想办法让NATP的圣还原酶 然后呢 想办法让NATP的圣还原酶 这个化学能就产生了 对不对 比较相同的道理 我今天弄一个 ATP合成酶 对吧 如果你要事情够简单的话 比较这个地方 我放一个酵素给你 ATP合成酶 对不对 然后你给我适当的条件 我让ATP挂上第三个链酸针 对不对 跟這邊電子產生流動現象 看起來根本就完全無關 對吧?沒錯 好,所以如果我們從類囊體的話 欸?幾耶?100 100 如果我們現在把內囊體拿出來看的話 內囊體內是一個很狹窄的空間 我們稱為內囊體的囊腔 內囊體的外面基本上是葉綠體的機質 光系統放在內囊體的膜上面 然後這裡面的空間有什麼樣的用途? 我們會發現呢 這裡面 曾經有人做過這樣一個實驗 把葉綠體取出來之後呢 把整個葉綠體泡到一個酸性的溶液環境 強迫讓這裡面變得很酸 好 你只要泡的時間夠久就沒有問題 雖然細胞膀會擋下來 一開始會擋下來 但是事實上最後還是有辦法滲進去 然後接下來 它再把整個帶有酸性環境的 就是裡面已經變成酸性環境的這個葉綠體 再把它泡到另外一個中性或碱性的環境之下 結果發現呢 這樣環境一換過來之後 ATP產生了 可以想像嗎? 純粹只是因為pH值的改變 所以後來才找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酵素不是沒有 酵素不是沒有 那個 內囊體的膜上面 果然有ATP合成 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酵素要讓它工作 它需要一個條件 就是它需要讓氫離子從它身上通過 所以當氫離子通過的當下 就是它開始工作的時機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會催化ATP跟磷酸根的結合 產生ATP 好 所以你就把它想像成 這個酵素是可以工作 但它要工作是有條件的 那個條件是氫離子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現在呢 看它的時候 看兩件事情 一 它是一個酵素 所以它可以催化這個化學反應的進行 二 它有點像是一個管道 氫離子通道 這個氫離子可以從它身上穿過去 那現在把這兩件事情合起來 每次氫離子從它身上流過去的時候 每流過去一個 它就工作一次 每流過去一個 然後它就工作一次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想 把通道跟酵素兩個合併在一起 那這兩件事情要同時發生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氫離子如果要通過這個管道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 氫離子的濃度在 囊腔裡面的濃度會比較高 對不對 然後外面的話 濃度會比較低 好 那我剛剛講那個實驗是做什麼 它一開始的時候把 液體泡在酸性的環境之下 就在層波裡面 變酸 輕離子 提高輕離子的濃度 後來把它轉移到 中性或碱性的環境之下 所以相對外面濃度是變低 因為中性或碱性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製造了一個好的條件 就是輕離子裡面的濃度高 外面的濃度低 所以這個時候 以這個通道來說的話 內高外低 所以輕離子的流動方向 當然是往外跑 往外跑的時候 剛好給了ATP核酸酶這個條件 所以ATP核酸酶 對不對 好 可是這在我們實驗上的時候 是泡容易 對不對 那你現在 這個工具 它是執行光合作用的 反應的部位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有一個辦法 可以去製造出 氫離子高濃度的條件 好 所以什麼條件呢 目前的合理的推測 這個內囊體的膜上面 那些組成的成分 在產生電子流動的過程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如果說 我們把它想像成 它每次在發生還原的時候 OK 它拿到電子 拿到電子不是變腐電嗎 對不對 拿到電子的時候 不是有利於吸引質子過來 也許就在它 在丟出電子的時候 丟出電子的時候 那它剛剛拿到的質子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以某一個方式 我們現在只能猜 以某一個方式 它把子子丟到另外一邊去 它每次抓的時候 子子從外面抓 丟的時候 往裡面丟 好 每次在它還原的時候 還原的時候 適合去跟正電吸引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每次它在氧化的時候 它就把子子丟進來 所以你只要 讓這個電子傳遞列可以運轉 我不管你這個電子 走得多遠或多長 循環 你看 非循環走得比較完整 那循環走的路線比較短 我都不管你走得多遠還是多長 你只要電子傳遞電 曾經有走過 基本上都會 這個氫離子有所貢獻 所以只要 我累積了氫離子的濃度 相對於外面有優勢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它就有可能 走這個管道出去 因此而活化了 ATB合成鎂 所以姿子是用來 活化 ATB合成鎂 用的 那前提是 你要讓它有濃度的優勢 內高外低 它透過這個管道出去 因此 活化了ATB合成鎂 讓它開始工作 產生ATB 所以 電子傳遞鏈放在這個地方 直接產生ATB的酵素 工具在這個地方 請問它跟它有直接的關係嗎 沒有 所以你把它想像成 電子傳遞鏈 了不起也只能是在續電 為什麼 姿子 對不對 電子傳遞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在累積正電 對不對 所以就好像 它只是在幫忙做 續電的工作而已 所以 等到電流開始流動的時候呢 才是真正產生化學能的關鍵 有沒有 所以 它到它 這是間接的關係 電子傳遞鏈並沒有直接 產生ATB 電子傳遞鏈是 產生一個 ATB需要的 正電的梯度 聽懂嗎 聽懂嗎 所以 這個後來發現 這個模型的學者 我們把它叫做化學 化學滲透模型 所以這個是直接的 好 電子傳遞鏈的尾巴 這邊 可能有一個 NADP 症還原酶 所以 這個地方 產生 NADP H 這是直接的 好 電子傳遞鏈的終點的地方 有這個小數 所以它 NADP症還原酶 協助把這個電子 轉交給 NADP症 那是直接的 但是 ATP的產生這個地方 是漸進的 電子傳遞鏈 只提供 正電的累積 幫助 ATP 合成鎂 合成ATP 所以電子傳遞鏈 沒有直接合成ATP 這是有差別的 好 所以 現在 不管你是產生 ATP還是 NADP 這兩個能量 基本上都很活潑 所以下一個 要面臨的問題是 這麼活潑的能量呢 如果你是短時間之內要使用 當然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要長時間去使用 對不對 光植物自己本身都會用 都會面臨到 你如果白天 產生了一堆的ATP NADP 你到晚上的時候 一定的時間 早就消耗粉 這種東西 不是拿來放粉 能量太過活潑的缺點 反正就是 不適合長時間利用 所以 如果說 我們能夠把一部分 這樣的能量 放在一個 更穩定的化合物身上的話 那這樣要有序 就是要比較 長時間的利用來講 會比較方便 OK 那當然也是有代價 所以 碳反應的關鍵 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把這些活潑的化學能 轉變成為 比較穩定的化學能 方便長時間 所以我們只剩下 碳反應的部分 下禮拜解決了 好吧 給你們決定下午來 你們是要提前 把進度搞定還是怎樣 我是沒有差別的 下禮拜一定傷得完了 因為只剩下 碳反應 跟一些 鎖碎的狀態 好 今天 要整個結束 對 在這個地方 下禮拜 在這個地方 我們給你 解決了 很難不可 你們 可以 讓我看 那我 來 可以